清楚一点 你讲这个尽死尘杀无名 还要解释 它同样有意思 所以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学放下了 常常放不下怎么办呢 常常想尽刚尽 凡所有相解释希望 释出世间法力 没有一样是真的 这个凡所虚妄 现在科学也已经发现了 所以这个科学的发现 对佛法理解 却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你比较物质 这叫色相 现象 现象从哪来的 现在科学告诉我们 物质是无中生有 这个跟佛法讲的就接近了 你看佛法讲的时候 物质怎么来的 宇宙怎么来的 生命怎么来的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无名不绝生三系 进界为云 长六处 这是佛讲宇宙的来源 生命的起源 佛法宇宙的目标 是要我们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 我们本来的 本来面目就是你的真心本性 佛家讲自信 真心 真如 都是讲你自己 本来面目 这个东西是真的 不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这永恒的 它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精神跟物质 都是你 不绝就是迷 迷了之后 变现出来的 所以三系像里面 有这个能见像 就是有见分 有相分 有自正分 自正分是本体 是体 你没了自正分 所以才有见分 见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 精神是见分 相分是我知 所以见分跟相分的时候 都是从法性里头变现出来的 所以迷了之后 法性的本体 就成为自正分 那么像中讲四分 还有正自正分 正自正分 就是佛经历常讲的 佛性 那是自正分 那是自正分 里头的一份 知究 所以成为佛性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一切万物 皆有法性 法性跟佛性 是同一个性 这个讲透彻了 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 华言讲的 秦与无秦 同源总治 但是这个道理要懂 你如果欺如这个道理 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 你才真正欺如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就叫做涅槃的境界 所以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 绝无聊是涅槃 绝无聊没有生死 迷的时候好像有生死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佛法如果能够欺如 不是多少分 我们确实 这很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就是给我们自己 真正的安慰 远离一切恐怖 颠倒往下 像心经上所说的 第六个问题 据中国佛教史记载 今年因为福利3033年 3033年还是去年 今年应该是3034年 这为何现今佛教界 却都采取西洋说法 福利为2550年 若依此说 这佛出生时 之间比孔子还要晚 是否应该提倡 恢复3033年 为公认福利 这个提问问得很好 我们中国自归来 就是当代 我说当代是30年前 我第一次到香港将军 虚云老和尚 云云法师 这些一辈老一辈的老和尚 还是用中国从前这个记载 就是3330年 用这个记载 可是全世界的 他都用西方人的说法 2500多年 我们中国人没这个说法 在现在想 中国人多 还是世界人多呢 现在是 是大多数人来表决 那表决他们占多数 那我们占少数 所以这个不重要 刚才讲了 时间不是真的 时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怎么样说都可以 这个事情 它都有一句 在中国的时候 也有好多种说法 也都由经典做依据的 到底哪一个正确 哪个不正确 只有问世家 无尼佛才晓得 问别人都不知道 那么这些东西不重要 重要是民心兼信 重要是定会 不在这些东西 第七个问题是 无戒十善 都有开戒吃饭 请问世尊 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中 是不是也曾有 为利益众生 而达忘语的情形 没有达忘语 利益众生达忘语 那叫开 叫开戒 不叫破戒 这个要知道 那你要说 这个时候破戒了 那佛破戒了 没有这个道理 这佛经上有例子 确实是佛菩萨 有猎人追一只猎物 走到这个三叉路口 这个不知道 跑到哪个方向去了 正好遇到释迦牟尼佛 他就问释迦牟尼佛 我刚才追了猎物 你看到了没有 佛师傅看到了 为达忘语 跑到哪里去了 明明像这个方向 佛说在那里 他跑到那里去了 这叫开云 你要是老实话就说了 两面都受罪了 打猎的人说杀身罪 这个动物呢 说被人杀害了 你没有慈悲心 这个不叫做破戒 不叫妄语 不叫破戒 这个叫两面都救了 不但救了这个小动物 也救了这个猎人 少杀一次生 这个杀身将来都要还债的 所以这是大慈大悲 旧苦旧难 这个我们要懂得 开着吃饭 应该开的 你不开 烦戒 但不要着 烦戒 四 söyleye Interess 感谢观看